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阿联区的老人活动中心 长辈们都很高兴 因为疫情 他们好几个月都不能来上课 最近终于解封 聊聊天 做运动 来活动中心做什么都很有趣 我觉得那个是生活的环境 可能有可能小孩子在家 都没有时间照料他们 因为大家都做工作都没用 你说是谁在家 他也不可能都背是大人整天 所以他在家里可能也是觉得 比较少那种关心吧 比较少关心 所以他们来这边 乡下也是都会嘘寒问暖 可能他觉得来这边他是开心的 然后可能他觉得来这边是新鲜的 然后有被受到鼓励的 所以其实长辈 其实只要我们有带一些活动给他 他都会觉得说 今天又要来认识 今天又要认识 今天又要认识 又要认识 我说我认识不上识 我说认识不上识 我认识不上识不上识 他一直都会想说今天到底要 我们要带给他什么东西 会期待 期待你今天又要做什么给他们了 所以他们只要看到你出现 看到我们的团队出现 他会说 你又来啊 今天又要来币什么出头了 然后我们都会用一张比较威胁的 就会跟他说 有出头 币到没有出头的 两天又要币出头给我们看 让长辈他们来教我们这样子 其实你可以从他们的笑容看出 就是说他们真的是很喜欢来的 如果不是那种疫情 真的每次看到你都跟你说 当时要开始了 当时要开始要来社区 就是到现在还是会有 就是一直会有人这样子问 会有长辈这样子问 包括我们的志工 也是就是觉得 很想要去 但是疫情这样 大家都会怕 但是久没人都 每个人都不记得了 阿联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敬娟 已经在这里服务了十年 虽然现在的她 每天都十分热心的服务社区 关怀长辈 但是回忆起十年前 当时的她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是那时候是排斥社区 就是不想来社区 我就觉得怎么 好多人然后要去看到了一堆人 我就觉得说 那个婆婆妈妈什么的 怎么会一堆都聚集这样子 但是看起来她们都很开心 但是我都会觉得 我好像要赚钱 要养家 然后我觉得好像时间没有办法 就是应付那些人 所以我其实刚开始是排斥社区的 那时候就先生在那个社会局 然后就是长官就说 你都在社团这边都辅导社团 你自己的你们自己家乡的社团都要被裁掉了 那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要回去帮忙 把那个接这个就是把她辅导起来 所以她第一个任务就是辅导她老里长 就是她的爸爸 赶快怂恿她去做 然后也是都一窍不通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就是觉得 好像我们没办法升任那个任务 然后就觉得说好像 进入那个社区是一个很机缘 就是看到那个 应该是说社区在办旅游 然后就是从旅游当中你会觉得说 原来好像社区不只是办这些东西 出去之后大家好像 那个感情好像就是很自然的 你就会觉得说 从旅游当中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们可以在那个旅游这么开心 然后我们一直都拚着也不是办法 我们都会觉得说好像我是理事长的媳妇 然后就是觉得好像不能让自己太活跃 不然的话有形象的包袱 然后我会自己就会比较惊 然后我就觉得 跟我公共做事情很有压力 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像做什么事 我都会觉得说都做不好 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领域 所以我会觉得说好像不OK 然后我会很排斥 可是因为没有也是需要 因为公共年纪越来越大了 他也是需要人家帮忙 很多行政的工作也是需要 然后我也是想说 那既然先生这边需要帮忙的话 我那时候就想说 那我应该也是要来试试看 也是一方面不愿意 然后一方面又妥协 在不愿意跟妥协之间 然后你就会寻求想说 那试试看好了 从当初的无法接受 到现在对社区心甘情愿的付出 黄敬娟到底是受了什么事情的启发 才会有今天的转变呢 好妙哦 就是觉得你的生活周到 都是一些年轻的时候 好像大家也没有那种特殊的感情 是可以就是关心那种 怎么讲 怎么讲 应该是说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你会因为旅游 然后一次办的旅游 你就开始不一样 你会觉得说好像 我们好像觉得开始慢慢也被童话了 然后你会觉得说好吧那我们既然 我们都在这个环境了 那我十年后我还是这个环境 那我倒不如就是去适应它 就是让自己去适应它 然后适应它之后你会觉得说 好像我以前的抗拒权 现在变成我去要求别人 变成我公公的影子好像就复制在我身上 好像变成我 我现在也是会去要求别人 要把它坐到 坐到那个 坐到那个 那个地方 可能会变成我 现在我比较机车 以前我都觉得我公公很机车 为什么要让我做那些事情 然后现在 同样的角度 我都觉得说 这个机车好像传承到我身上来 三百六十五天全年无休 每天都在为了让社区长辈们更开心 而四处奔波 劳心劳力 这样的服务无止境的工作 也是他当初意想不到的 超级 我不是用不来的人 我是一个 应该是说 我刚开始的个性是 我不想去管 我不会去管别人的事情 我也不会想要参与别人的事情 是因为进来社区之后 你会觉得说 大家的互动 你会觉得说 我们想要做一点事情 大家有一个共识 然后会去讨论说 我们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是 让我一个很成长的一个元素 然后我也很想要 想要就是说 我是不是要在做什么 这样的话社区会更好 其实应该就是说 人家交付我的工作 我都尽量去达成 其实我刚开始的是这种使命 都觉得说 我不会嘛 因为人家交给我东西的话 是因为 他觉得我可以做嘛 然后我就会 以这样的心态就是说 那我去试试看 我去做看看 然后也 也其实没有想很多啦 就是 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其实我的想法都很简单 就是 人家交给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是尽力去完成 这样而已 植工脱口的一句话 卻讓她開始感到茫然 因為還有中途 有經過一些社工的一些領域 我應該是說比較不清楚 所以當我們有事情 要跟社工討論的時候 她會覺得說 娟姐 這個不是你的領域 你不知道我們社工的專業在哪裡 當下我就是一頭棒喝 然後就好像就被雷打到一樣 就是覺得說 我在思考說 到底社工的專業是什麼 我一直想 其實我一直思考很久 結果我就為了要去 為了要把社工這一個專業 我就跟我女兒說 你如果要去唸大學的話 我就跟著你去 去那個修社工的學分 你現在去修 去修 修四年 修四年了 對 就是為了 為了社工說 欸 專業在哪裡 我就想說 對齁 我怎麼 我自己都在這個環境 那我 我到底是做了什麼都沒有 感覺自己做的東西都沒有 我一直在想說 奇怪 我們在這個環境做那麼多 然後我們也接觸那麼多 但是我們真的沒有一個很專業的東西 去告訴人家 我們在這個領域遇到的 我們用社工的角度 要去怎麼去幫助我的 就是說我的個案 就是沒有一個 應該是說處遇的過程 我沒有很 沒有辦法去說服人家 說我要怎麼 這是一個專業的領域 事實上這是專業 但是因為我如果沒有去 學社工這一門的話 我也不知道它其實 這個是一個專業 我都認為說 把事情做好 它就是你的專業了 但是殊不知 我們比較 算是比較 沒有那一方面的嘗試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專業當成是 不就是把事情處理好就好嗎 社工的規勸 讓黃靖娟意識到 自己服務上的不足 努力跟著女兒一起去大學修課 汲取社工系專業知識 再結合自己的實務經驗 讓服務得以更細緻 更全面 四 三 四 三 四 八 就是說服力啦 其實就是 就是說服大家 說服我的個案說 我是一個專業的社工 其實 其實這個是另外一個 我今天來這裡 來這裡之後 我後來又去修 修這個學分最主要的目的 其實是因為這樣的讓我一個 算是也是一個機會 然後我就是跟著女兒一起修 社工的學分 那我是在家要修的 晚上還去 就是晚上四年 四年把它修完 因為社工這一個快領域的 它會更 它會更站在人的角度 人的角度去做 比較柔軟啦 你會去用 比如說老人的設計活動 你會注意到他的身心靈這一塊 那這一塊的話 其實說很容易 但是你要怎麼讓長輩感受得到 甚至有可能有些是有數據的東西 是我們以前沒辦法接觸的 就是沒有辦法去想像的 很多專業的領域 它是長輩他們的數據是要看見 不然的話 你光看它有延緩 這一塊有延緩 這一塊你怎麼看它 不是用眼睛看它 你要告訴人家 我還沒做延緩之前 它是怎麼樣的 然後我們帶入延緩的課程之後 它又有什麼樣的改變或進步 其實如果有沒有用數據這一塊來做的話 其實你用這樣講 沒有辦法說服人家 因為講真的有些東西 它是真的是需要看到這個長輩 長期這樣子的接觸觀察 然後還要就是做一些記錄 其實這個也是社工專業裡面的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社工領域它還有很多不一樣的 應該是說不一樣的專業 然後因為我自己現在又當了里長之後 然後又接觸到那個算是個案 有一些個案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一樣都是接觸人 不一樣的人 老人跟比較弱勢的人 其實他們都是需要被關心的 真的就是真的被需要被關心 那我們有什麼 甚至可以做到什麼 讓他們覺得說 他們可以接受到的 其實這講起來很籠統 但是你像我會去做 但是有可能我就是講不出來 就是說我能做什麼 但是講真的 如果這個個案有一些問題的話 或有一些長輩的話 很奇怪我就是有那個 自然那個想法 你就會因為說學校教的 然後包括我們自己接觸到的 你就很容易上手 你就會覺得說這樣子搭配下來 其實真的這一塊我們 我覺得上了社工來講 真的對我是有加分的 而且是加了大概 真的加滿多的 你拿下去 我們就是腳步 高雄市政府 為了加強推動老人福利工作 將北高雄區塊 會由黃靖娟帶領的 阿聯區老人活動中心 統籌協辦 透過巡迴講座 多元課程 縮短北高雄各區老人 教育資源的落差 相互交流 以同促進長輩的學習與成長 剛開始真的我們也是有壓力 就是說我們到底要怎麼 要去找這些人 然後公部門我們要怎麼 要跟他說我們的用意是什麼 然後我們要怎麼 其實真的 剛開始真的是 真的是有困難 但是也剛好公部門都有協助我們 講得我們還滿幸運的 就是可能公部門也有看到 我們有做事情 然後都願意就是幫我們 幫我們就是一關一關這樣子 遇到困難 然後他們也 公部門也協助 然後我們也自己去找出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中間的一些協調 其實我們最主要最 剛開始就是以老人的需求面 老人我們會先去做調查說 他目前現在的區域型 每一個區域的老人 都是不同面向的 住海邊的比較靠近海的 跟比較接近住山上的 或者是比較鄉下 或者他住的比較都市型的長輩 其實他們每一個人接觸 包括生活環境出來的 其實他們都不一樣 所以他整區的需求 是從他們剛開始做 是從需求開始 去找出說 長輩現在目前他們想要的是什麼 他們想要喜歡做的是什麼 然後從這個面向去切入 讓他們能夠來 他們有興趣來 喜歡來了之後 我們再去因為 有可能從這個 這個其實不是短期間 就能看到效果的 所以都會規劃短中長期 因為他一旦人進來之後 他們有興趣進來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去 去引導他們去做比較 讓他們延緩的一些課程 如果他們自己都不喜歡來這裡的話 不喜歡上這些課程的話 其實他們寧願在家裡 坐在家裡看電視 或者是坐在家裡來來去去的人 就是坐在門口那邊看人而已 但是我們最主要是 為什麼會帶入活動 是剛開始是因為他們需求 他們目前最想要做的是什麼 最喜歡做的是什麼 那我們能夠帶給他們 什麼樣的課程 其實剛開始就是從 這很簡單的方向做 那不外乎長輩就是喜歡吃喝玩樂 確實這四樣對他們來中 就是他們生活的最開心的事情 那吃喝玩樂當中 我們要怎麼去設計他們的活動 其實就是要靠大家的團隊去想 然後我們還要去問 各個他們主要的幹部 比如說理事長 或者是總幹事他們 最接近他們的想法的人 然後再去問他們說 像你們這樣的長輩 都在這裡 你們都安排什麼樣的活動 或者是說如果今天有新的活動 有什麼創新的活動 如果能夠一次帶給他們 先試試看好不好 他們的反應先試試看 那如果說這個活動 對他們來講是有壓力 或者是說他們不願意的 我們就會馬上 就是可能就回來就會改進說 那我們這一次的 這次有可能這個活動 就不適合長輩 有可能就要再重新再規劃 每個區域不一樣的 那剛開始也是 也是 其實也是好像就是 好像也是找不到方向 然後好像覺得再怎麼辦 都是辦唱歌 然後讓長輩就是跳舞 就是這樣的課程 這樣的課程其實不用我們辦 別的社區其實他們現在都很 很能上手了 甚至他們自己都有規劃 他們的輔導員 也都會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總是我們要去人家的地方 要去活化他們的場館 我們有什麼能力去活化他們的場館 當然就是我們要找出就是長輩 有可能他們以前做過的事 沒有做過的事或做過的事裡面 從中間去找出 能夠帶給他們記憶的或者是一些 有可能是肢體上的一些運作的話 有可能從這樣慢慢的活動 帶進去的話可能他們對他們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最主要是我們要怎麼樣找老師 是讓老師讓那個老師帶給他們 是覺得他們是不一樣有受益的 所以我們幾乎每年都在改改那個課程 每年的課程都是都是 很多面向的就是很多不一樣的 我都自己覺得說我的白頭髮越來越多 就是好像跟我們的團隊都好辛苦 都一直在想說要什麼樣的創意 或者是說想出不一樣 能夠帶給長輩不一樣的一些活動 對 剛開始是這樣 現在有 如果不是疫情的話 應該是都很順利 都會完成 對對對 再來то Lem? 這樣還什麼是一臉呢 這麼久的伍也要拿 六、二、走不了 OK 木康 老闆 它沒跟你說阿倫的 magaz 如果急著繳達博會 它積極繪 它一定會來 他如果有什麼事他都會 第一就是要找演奏的老人 我都OK 他如果來就沒有人 我就是他在相處 大家相處很好 他同樣相處很好 跟國民各方都好 我會好熱情 他來拐拐 不是一拐 不是一拐拐 不是三拐 我如果沒有 我不會說 我現在回家 我回家 我好像打不來 因為疫情都落在那裡 我那個電腦 我那個神來的 我打 整個命都打 所以我現在只要 只要有打電話 因為我們現在也沒有因為疫情 然後就 長輩都不管了 其實我們還跟長輩玩視訊 就跟長輩 因為我們樓上有一個視訊的一個電視 就是跟藥師有對接 這個大概社區應該只有我們做而已 目前因為這個是跟家藥合作的USR的計畫 所以視訊之前還沒有疫情的時候 我們都一直擔心說 這個也不會用 視訊在那邊搞了半天 也沒有看到人 對方是誰也不知道 後來因為疫情這樣 好像什麼事情都解決了 好像那個軟體 好像就開始很多不一樣的又出來了 所以我們就很容易就上手了 包括學校那邊也是 我們其實疫情之間 我們也是做了電話的那個關心 電訪 電話的訪問 然後也打電話 有手機 長輩如果有手機的 我們也叫他開視訊 然後就會跟他一起視訊的時候 就一起開視訊 然後就來玩那個 跟長輩玩手機 玩視訊 欸 你有黑白照嗎 現在疫情 你有 你再走那一堆 我來打電話 我們就會用視訊這樣子 跟他溝通說 你要注意喔 你要那個口罩要戴好 要怎麼樣 至少讓長輩也覺得 你也是有在關心的 那沒有手機的人 沒有視訊 不會用手機的人 我們還是用電話打去 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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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電話說 你今天打電話要做什麼 打電話 打電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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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長輩就是很可愛 你就是 你跟長輩的互動 其實就是從這些生活的 可能我們認為這個沒有什麼 但是對他們來講 這個一點點的關心 其實對他們來講 真的是加分的 這個其實真的是加分的 我不去 trophies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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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擊掌